下面把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 许波 请他来我们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许波 好的 谢谢东宁 墨西哥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培尼亚·涅托将成为下届总统 曾经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革命制度党将重新执政 以下是VOA卫视的报道 墨西哥选举官员星期天晚间说 涅托获得了38%的选票 击败了前墨西哥城市长奥夫拉多尔 奥夫拉多尔获得了31%的选票 今天我满怀千功和责任 接受墨西哥人民交给我的重任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我们 政治人物 参选者 我们天天演讲 而今天 7月1号是公民说话的日子 涅托领导的革命制度党曾执政71年 直到2000年 对腐败 选举舞弊和压制感到厌倦的选民 推举国家行动党的福克斯当选总统 2006年 同样是国家行动党的卡尔德隆继任总统 但是 他在任内受到经济停滞和猖獗的毒品暴力的困扰 卡尔德隆上任不久便调动军队 开展了一场打击贩毒集团的活动 期间有5万多人丧生 曾在2006年以微弱票数输给卡尔德隆的奥弗拉多尔 对他的支持者说 他在最终计票结果出来之前 不准备承认败选 我们必须对信任我们的选民负责任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负责任 我们会得到全面的信息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会向墨西哥人民宣布这次选举的结果 国家行动党候选人莫塔的得票位居第三 VOA卫视电视报道